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前段时间北京有家特殊的法院受理了一起特殊的案子 为什么说这家法院特殊 因为这家法院被称为24小时不打烊的法院 它是一家互联网法院 没听过是不是 目前我们国家有三家互联网法院 简单来说和实体法院不同 互联网法院是利用网络技术在网上审理 跟互联网有关的案件 而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的这起案子 可能有不少人都听说过 它曾经引起过不小的轰动 在长沙有一名男子不幸坠楼 而这个过程当时还被拍下来 在长沙一栋62层的高楼上 只见一名男子从高楼的侧面爬了下去 两只手扒在这护墙上 整个人就悬挂在本空中 之后他竟然开始坐起来引体向上 几个动作之后 他双脚贴着前面 似乎想要向上爬 但是却显得有些力不通心 尝试了几次之后 他依然没有成功 接下来发生了一幕 那可就有点惊人了 这名男子突然失手从高楼坠落了 这一幕太叫人心惊肉跳了 很遗憾 这名男子是什么人呢 他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做这么危险的动作呢 据了解这名男子叫吴永宁 是湖南人 世卫90后 去世的时候只有26岁 当时吴永宁的母亲接到儿子出世的这个电话 他简直都不敢相信自个儿的耳朵 一下子就觉得天都塌了 吴永宁是家里的独子 好好的人突然没了 家人的这个打击可想而知 悲伤之余呢 他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那可是62层的高楼 200多米高 这儿子无缘无故的 怎么跑到那么高的地方 甚至还在那上头做那些危险动作呢 吴永宁的亲生父亲已经去世 儿子出世之后 吴永宁的亲父一边照顾妻子 一边极力的想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就在给儿子处理后事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儿子的手机突然响了 收到了几条信息 信息内容呢 让吴永宁的亲父心里都溢解 他惊讶地发现 儿子高楼坠王啊 原来另有隐情 他死了 我的手机信息里都看到 你已经好几天没有重新了 你的作品 作品 更新 对于吴永宁的亲父来说 这些词太陌生了 他赶紧就仔细查看了一下 吴永宁的手机 这一看呢整个人都懵了 他发现儿子居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攀爬高楼做这些危险动作了 在儿子的手机里全是这样的小视频 有的嘛 在高楼边缘做引体向上和太空步之类的动作 也有在警区里众人的围观下做危险动作 这些视频里头 儿子连安全带都没系 除了会戴上一顶安全帽 竟然再也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光是看吴永宁的亲父都胆战心惊 他都不敢再看下去了 满脑子充斥的就只有三个字 为什么 儿子为什么要拍这样的视频 他越想越不对劲 就在仔细查看了儿子的手机之后 他终于发现了一件事 原来儿子竟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一名网络红人 怎么呢 吴永宁的手机里头下载了好几个小视频程序 并且都注册了账号 名称叫极限永宁 几个月来已经发布了几百条的动态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上面下载了我们一些熟知的常见的网络平台 比如说我们点开这个美拍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百五十一点五万 下面是万 浏览量 几百万的浏览量 几十万的粉丝 这还只是其中一个平台 如果再算上其他的平台 那浏览量就可想而知了 吴永宁还真的是为网红 在吴永宁的微博简介里头 他字数是这样的 国内极限高空运动挑战第一人 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完成 每一个能完成的动作 目标是无任何保护挑战全世界高楼大厦 爬到高楼的楼顶做危险动作 在吴永宁的眼中这是一项极限挑战 他真的是这样 必须一提的是 真正的极限挑战 那是经过相关机构认证的 更要经过专业训练 比如冲浪 攀岩 越野摩托等等 像这种爬高楼做危险动作 并没有经过任何机构认证 所以他其实并不是极限挑战 只是吴永宁自认为而已 从2017年4月到去世的11月 吴永宁一共上传了140多个危险动作视频 这是什么概念 几乎每天一个 吴永宁的视频里头 他攀爬的高楼有的在武汉 有的在上海 有的在重庆 这一次他之所以来到长沙这栋高楼 很显然也是为了进行他所谓的极限挑战 在吴永宁的眼里 这次或许也和平时一样 爬上去 做动作 拍摄 走人 一切清车熟路 可是他不曾想到这次却发生了意外 那么在案发当天 意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案发后警方也进行了调查 调查发现 出事那天上午12点20分左右 吴永宁悄悄地潜入了这栋大楼 吴永宁的所谓极限挑战 本身就已经非常危险 可吴永宁当时却还是独自一个人进来的 爬上去之后 吴永宁先是把手机架在另一栋建筑上用以拍摄 12点57分左右 爬到护墙上 一开始 他确实是成功地完成了几个引体向上 但是等他想爬上来的时候 却力不从心 下午15点左右 吴永宁从护墙上跌落到了下边的一个平台上 根据社会调查 吴永宁坠落之后其实并没有当场死亡 他曾经试图自救 但是当时他身上没有任何的通知设备 身边也没有其他人 最终吴永宁没有获救 直到第二天一大早 大楼的工作人员上班的时候 才发现了已经身亡的吴永宁 一家人心如刀割 如果儿子不做那些所谓的极限挑战 这一切或许就不会发生 可惜一切都太晚了 案发之后 警方也对吴永宁的死因进行了鉴定 排除他杀 其死亡属于意外事件 与他方无关 事情的经过和死因已经明晰了 可是有一件事始终让人费解 经常玩小视频的人可能也知道 现在网络红人确实很多 有什么美妆博主 美食博主什么的 还有的博主专门做一些所谓的挑战 比如什么干吃火锅底料之类的 内容千奇百怪 但是似乎都不会像吴永宁这样 冒着生命危险去挑战的 吴永宁到底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危险的事 对此吴永宁的家人也是充满了疑惑 吴永宁的肌腹说 他是老什么叫的农村人 智能手机都不太会用 更别说看什么小视频了 儿子做的这一切 他从来就不知道 即便现在亲眼看到那些视频 他们也无法把这些疯狂的行为 跟儿子联系到一块 他说大家不知道 一直以来 儿子都是个非常孝顺乖巧的人 有一次跟母亲出门 母亲走累了 吴永宁二话不说 直接把母亲背了起来 这么乖巧懂事的儿子 到底为什么会去做这么危险的事 吴永宁的事很快就在村子里头传开了 人们也是议论纷纷 觉得这跟吴永宁的家庭情况 或许多少有些关系 怎么呢 原来吴永宁的家庭有些特殊 母亲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早一年才外出打工 后来因为犯病 回到老家调养身体 没两年 吴永宁就为亲生父亲就去世了 接二连三的变故 这就让吴永宁很早就离开了学校 吴永宁的继父也觉得儿子对于钱 似乎有很强烈的欲望 他们父子还曾经一起去广东的一个工厂里打工 他说吴永宁其实有很大的优点 动手能力特别强 人也聪明 在流水县上经常可以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 可是他唯独少了一点耐心 在这场子里 总